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打得很准确 目的只有一个 他跟我道别 因为他知道 马上就要跟我 阴阳相隔 所以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许家同让杀手 除掉我 你来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立刻拘捕许家同吗 在哪里 如果你说的一切都属实 高峰 你也当过警察 你觉得这能算证据吗 这个案子从八六年案发 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许家人为这个案子经营了三十年 三十年的时间够充裕了吧 到现在只留下个 南国杀手何散选的名字 所有的证据被他们抹得干干净净 是 理论上说 他们留下了很多缺口 罗红颜的死 许达的死 当年吴桂祥的死 包括南国西山纺织公司 和许军的关系 还有你刚才说的 许家都要杀你 这些都可以作为缺口 但他们都停留在 咱俩的推论上 我们有证据吗 有吗 没有证据就要找证据 只要是罪行 它一定会存在缺口 许家福自焚 这是他们编的第一个谎言 三十来年了 他们用无数谎言 在圆这个谎 只要戳破其中一个 所有谎言不攻自破 我们现在做的 就是要戳破 许家福已死这个谎言 也就是他们的 第一个谎言那个原罪 如果找到许家福的身影 所有的谎言 都会不攻自破 我们现在正在这么做 我的回答你满意了吗 我理解你的心情 那个杀手在我眼皮底下 杀了两个人 加上你算半个 我恨不得现在马上去 把赵月娥 许家东 和所有的嫌疑人 都抓起来 可我能这么做吗 我有证据吗 破案有时候就像 爬破灯顶 狩猎 钓鱼 你把一大把鱼饵 撒到水里面 可等了半天 没有一条鱼来咬 这时候需要耐心 那你丢鱼饵了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调查不顺利呢 如果你冯凯 没有拿下这个案子来 很可能你跟我爷爷 当年一样 生命狼藉 你想过吗 我冯凯从来不在乎 个人得失 而且在我眼里 你爷爷是个好警察 对不起 我这次来找你 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是 我理解你 你作为警察 一切行为要听纸 会要听上级的命令 有些事你能做 有些事你不能做 如果我是你上级的话 我也不会让你 在这个节骨眼上 去复查九五年 那个庆祝鉴定事件 但你要弄清楚 你在体制内 而我不在 有些事你办不了 但是我可以办 高峰 我确实很欣赏你 但这不能成为 我纵容你的理由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我劝你冷静别冲动 不该你做的事情别做 我是死过一回的人 我什么都豁得出去 怎么了 冯队 高峰来找我 说他认为是许家同派 杀手杀的他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都得推测没有证据 说警察不作为 气狠狠地走乱 他现在是普通人一个 他想怎么查怎么查 不说任何约束 不用对谁负责任 我们是警察 我们不一样 我们办要讲程序 像他这样 穿上警服在我手底下 三天都过不去 我看你 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等待秦夜的难关 能不能查到 许家发还活着的证据 中文字幕志愿无论 你们好 你好 中国刑警韩月 你好 这是我们石磊队长 你好 您好 这位是我们刘青叶队长 你好 走吧 车就在外边等着呢 我们走吧 志佑 我们来了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警长 崔志佑 她是我们国家中心 有突出贡献的警长 你好 石磊 那个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上海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三支队侦察员韩月 我的助手 初次见面 我叫韩月 这位呢 龙城市公安局龙湾分局 刑警刘青叶 你好 陈屿 洛雁 什么 我指的意思就是 你这样子就算不化妆 也能让马路上的车子 停下来 我还有这特异功能呢 观察得出的结果而已 不要太在意啊 崔县长 我说您成语用得不错啊 离中国这么近 不掌握点中国文化 怎么能称得上是 国际行径啊 各位 你们来得很适时好 虽然说新川是春天 还有秋天最美 但是冬天来也有冬天来的好处 你们可以去滑雪 踏着滑板 充分感受雪的魅力 说起来 今年好像还没有下过雪 太可惜了 不好意思 我们不是来旅游的 是是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是说调查呢 这些个事情就交给我 还有知友去做就行了 你们几个难得来一次吗 没事就去各处的景点转转 吃吃难过的美食 小子 开你的车 这边 小小啊 肯定顾不及待地想见我们 他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问咱们什么时候到 何暂选是南国有名的杀手 要雇用他的话 雇的人本身也要雇专业才行 必须要有门路 绝不可能在商业电话本 或者在网上找 现在很多人也会雇杀手 但雇来的 没有任何专业精神可言 而且 这样的货色 也不倦得能杀得了人 所以 想在何暂选身上 找到雇凶者 这种可能性为零 何暂选的这条线索 可以放弃 李昌旭的资料 早前已经发过给你们 在1988年11月至1991年11月期间 李昌旭的西川纺织公司 的确和上海联达纺织厂 做过交易额 达到六十亿南元的纺织贸易 而李昌旭也因为脑梗塞 死于 1991年的九月 他死在何处 家属在第二天凌晨 发现他猝死在家中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 排除他杀的可能 就算是谋杀 现在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了 但理论上 李昌旭和他的西川纺织公司 的确有些线索可挖 但我这指的 也是在理论上 现在想查到实证 实在太难了 毕竟二十五年光阴过去了 时间能够掩盖一切 当然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 一九八六年的十月十七日 中国有一艘渔船 在南国米沙岛附近 被台风刮沉 船号是东海渔三五七 我们怀疑徐家福 就在那艘船上 这几张照片 是当年东海渔港 三五七号渔船的残骸 是前几天我在 米沙岛警察署的档案里 翻出来的 有船上人员的信息吗 出了一艘船 没有找到一具尸体 残骸是距离米沙岛多远的地方 被打捞上来的 六海里 六海里 那里海岸应该很近了呀 如果许家福等人已经上来了 舌头一般组织偷渡 在当地都有街头人 有街头人的人信息吗 拜托 就算是有街头人 这偷渡的生意 也是见不了光的 三十年时间过去了 你让我怎么查呀 至少有切入点 全国人口基本信息资源库 出入境人员信息资源库 机动车驾驶人信息资源库 载逃人员信息资源库 全国华人信息资源库 全都查过了 没有相关于他一条的记录 对不起啊 崔警长我打断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现在 不会再用许家福这个名字了 不单单是名字 如果许家福真的偷渡到了南国 我相信他已经面目全非了 面目全非 阵容 你说许家福做过阵容手术 南国正式开拓 阵型市场的时间 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后期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如果许家福 真的偷渡到了南国 手上也有钱的话 为了掩盖罪名 我相信他很有可能 做过阵型手术 看来你还是个南国通啊 这些网上都有 都能查得到 你的意思是说 这是以后咱们的重点 都要长方向 还有什么别的方向吗 那么 我们该怎么着呢 南国在侧的整容外科医生 大概有一千五百多人 而这还不包括那些个 不在侧的 那我们怎么着 如果何赞选和李昌旭的背后 占着许家福 那么他的智商 实在是非常高 事实上 他八二年创办村办企业 如果不是因为走私平民 被罚了巨款的话 我相信他很有可能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当然了 我只是说他的能力很强 所以 他是不会让一个 知道自己秘密的人活下来的 你的意思就是指 我们要找在这段时间里面 非正常死亡的 外科整形医生 还有脑梗塞死了 至少 这是最容易操作的 但前提必须是 但是须家福确实在八六年 偷渡到了南国 非正常死亡的 整形外科医生 脑梗塞死亡也要在调查范围之内 可是 这脑梗塞死亡怎么能跟 非正常死亡挂上钩了 对了 我还以为这次行动 我们俩是主导方的 不是这样 你说句话呀 这接下来咱们到底该怎么查 南国新川人 大南逞行外科医师会 什么 你们当年就没有怀疑过田小兰吗 排除了血讯的嫌疑 我们把重点都放在了田小兰的身上 这个田小兰压根就没有想 拆散无故乡的家庭 他们两个纯粹是清白 甚至没有金钱的地方 为了插他 我们费了九牛二五之力 再加上老范的见论结果 所以 我们就只能放过田小兰了 你确定田小兰没有撒谎吗 说谎的人一般都会表现出 轻浮的行为 田小兰从本质上看 就是一个轻浮的人 杂不杂不 根本就看不出来 吴贵祥有严重的心脏病 在她的身体里边 还有两个支架 药物总是碎身代表 就就她这个身体状况 她还有精力去 在外边打约石 而且医院啊 在吴贵祥的体内 查出了 病酸睾丸酮等激素 以及海马路边的粉剂 这都是民间素效状阳药 采用的常用配方 可是像这么中西 这么混搭的状阳药呢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那您的意思是说 吴贵祥之前服用过 素效状阳药呢 而且剂量还不行 这对于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的吴贵祥来说 这才是她真正的思念 喂 钱叔叔 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田晓岚在深圳的住址啊 你可没得了 八六年 我们大南整形外科医师会 是一九九五年在成立的 我知道 你们是南国整形外科专家们 聚集的团体 是大家公认的 南国整形业界影响力 最大的团体 我只想知道在一九八六 李昌旭跟上海联打纺织场合作 是在激进的 八八年十一月 在一九八六至八八年期间 在当地有没有 比较著名的外科整心医生过世啊 特别是意外渗亡的那种 你等一下啊 为什么是八六年到八八年之间 干嘛啊 八八年 李昌旭已经和许君相识 并且和上海联打纺织厂开始合作 说明那个时候许家福 已经在南国形成了气候立足了脚跟 你说为什么 这位是我们大南整形外科 外科医师学会元老 江子雄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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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们好啊 我叫江子雄 你们是想了解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期间 南国整形外科医生死于非命 是的 麻烦你了 没有 不过 九一年啊 倒是有一个整形医生死于非命 九 九一年 他叫南东满 新传人 一九八零年 成立了南国医疗美容协会 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整形技术 派遣整形医疗团队到欧洲 去学习 访问和考察 南东满就是那第一批派遣出去的学员 回国后 他开了个整形外科诊所 专攻脸部轮廓整形 鼻部整形和面部整形 是当时国内这方面比较优秀的专家 您刚才说他死于非命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应该是一九九一年年中 他是被炸死的 哦 查到了 核心区一诊所发生大规模爆炸 致使整层楼着火 八人死亡 一人受伤 时间是九一年九月三日 你看 九一年 时间都又剩了 难呀 你和これは 并且 Rat 你这么不想 是什么 你什么 我太太太 逼az KEY et 今天来找你 是有些话想跟你谈谈的 是关于古贵小案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沐月没给我打电话 我刚才说过 我曾经做过警察 我当时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起 田晓蓝女士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 跟我谈 二 跟龙城市公安局 龙安分局的刑警谈 要是我 我会选择第一项 之所以我在这个时间段 上门来找你 是因为我知道 你的丈夫正在打高尔夫球 我觉得 你回答我几个简单的问题 要比打发我走 来得更加容易些 谢谢 那么多些事 都会准备 系的经过就是这样 那素效状洋药 是吴桂祥自己带来的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状洋药 我还以为是心脏方面的药 你跟吴贵强之前 有没有用过 这样的素小专丸药 没有 我有过 应该是有过吧 我记不清了 毕竟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 你跟吴贵强之间 在一起多久 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我想我没必要 跟你说这些吧 你并不是警察 好 那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们怀疑吴贵强的死是谋杀 现在上海市公安局行政总队 已经介入调查了 当年前胜利他们 也说吴贵强是谋杀 可结果呢 跟当年情况可能不一样 现在怀疑 杀手是个南国杀手 就算你现在说的是实话 吴贵强也是死在医院里的 也是病发后 一个半月后才死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许军的表弟许达女人是吗 也许吧 有点影响 他的死因跟吴贵强一模一样 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支持的 还有 你看看这个 在车后备箱里的人 是我 开车的那个司机 就是那个南国杀手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上网搜一下 网上都已被听见 你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因为跟你有关 跟我 许达被杀 我差点闷杀了 跟吴贵强 吴贵强的死因都有关 而你 跟吴贵强的死因也有关 我说过 我跟吴贵强的死 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起 请你离开我家 素酵状药 是你带给吴贵强的 也是你让吴贵强服下的 所以吴贵强的死 跟你有关 但是 你是被人利用 要不然你不会活到现在 早就被人灭烤了 我之所以相信你是无辜的 是因为我愿意这么去相信 但是龙城市公安局 龙安分局的警员 他们不会这么想 他们会派人上门 还不停地询问你 反复问你同一个问题 直到把你的精力全都耗光 当把你精力耗光的时候 你的言语 就会露出破绽 而这些破绽 会被警员捕捉到 要知道 说真话比说假话 要容易得多 这房子很漂亮 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吧 我的钱是从股市里挣的 我的钱是干净的 这点我没有怀疑过 我的意思是 你还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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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跟你旁邊 你还要不然 你还不然 这又是支持 有 NATO 欢迎可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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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接个电话 你先把她带去家人的 好的 好嘞 你小子终于想起我来了 这真是路遥之马 离日走见人心啊 我回龙湾那么长时间了 你也不知道 打个电话委员一下我 为了抓一个在网络平台上 给大学生放裸袋的 高利贷团伙 我在弯角一带 潜伏了整整半个月 今天凌晨三点才回到龙湾 我这一走 出现这么大案子了 还真是 你在这儿没这么多案子 是不是这些年 你一直挡着我的运气呢 你这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你应该这么理解 因为我高峰在这 所以说我能镇压住那些恶人 那我是不是还得在 这土地庙跟你素尊泥像 出一十五再给你烧三路香呢 行了 不跟你平了 跟你说件正的事啊 你帮我一个忙 说 你听我说啊 你用你单位的坐机电话 往深圳里边打个电话 电话号码一会儿我发给你 当时你叫田晓岚 你就跟她说 你是龙湾市公安局的 你小子疯了 你这是让我制法犯罚 你知道吗 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你就这么跟她说 你就说后天你到深圳 有些事找她调查一下 查什么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 你这个电话最好晚上十点钟做到打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完没完了你 你帮我找一下阎恒的女朋友 她叫马兰 他们俩之前是一块从东莞 到的龙湾的 见证友情的时刻到了 你要把握住这两次机会 你小子现在在深圳呢 挂了 喂 这一刻都不让我笑点 爆炸发生的时间啊 在上午十点十分左右 楼内的人反映 当时爆炸声非常大 整栋楼都能感觉到晃动 幸亏南东满整形外科诊所在顶楼 不然啊 造成的伤亡啊会更大 死者都是诊所的人吗 嗯 死的是南东满 还有诊所的两个外科整容医生 两个助手 以及三个护士 一共八个人 南东满整形外科诊所 全军覆没 是一枚定时炸弹造成的 是 一枚自制的定时炸弹 威力很大 这是从现场搜到的残片 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吗 对 这个案子啊 当时非常轰动 警察厅亲自派人过来独办的 但是啊 没有任何结果 帮我看看 在嫌疑人里面啊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影响 所有当年我们调查过的嫌疑人啊 全都在这里 一共二十七名 全在这里了 对 全在这里 一共二十七名 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受了重伤的护士呢 我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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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受了重伤的护士呢 我的偶像是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为了 我记得了 哎呀 你这儿 我记得了 没什么 这个行吧 我认为你这儿 你这个行吗 你这个肯定是 有什么事吧 我承认了 我再看一遍 是 为什么让李显给田晓兰 以龙城市公安局的名义打电话 你到深圳找田晓兰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汇报呀 只要涉及到案子 我都有权利知道 说 什么理由 行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跟你汇报汇报 第一 吴贵翔服用的塑胶壮阳药 有可能是田晓兰给她的 而田晓岚手上的壮阳药 要是我没猜测的话 应该是凶手当年给她的 因为田晓岚说 吴贵强从来就没有服用过 类似的壮阳药 所以当年田晓岚 对钱胜利说的 根本就不是实话 第二 当年上吴贵强的凶手 跟现在这个凶手 完全就是两个人 那伙的南国人 应该没有像现在 那么了解中文嘛 所以许家福派的 一定是华人杀手 而这个杀手 跟田晓岚肯定有接触和交流 如果这两点 我都没有猜错的话 那我们这次 肯定会有意外收获 你觉得这两个理由 够充分吗 那你为什么 不告诉我你的想法 那你为什么 还要私自外出调查 冯队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我在给您分忧啊 您要是自己来深圳的话 那就是违抗上级命令啊 那我现在又不是警察 我跟田晓岚谈话 可以非常自由 我可以打一套组合拳 我也可以让他耍虎赖 但您不行啊 您是警察 您得破案啊 您要是破不了案的话 那受害人不同意 受害人家属也不同意 社会舆论也不同意 您还得文明执法 您要是不文明执法的话 行人家属不同意 司法机关不同意 这社会舆论还是不同意 这就是你脱警服的理由嘛 是我的警察 有了新的理解好吗 不过话说回来啊 就算田晓岚没有说实话 在吴桂祥这个案子里面 我觉得她也是无辜的 就算是有罪 就怪她当年 没有跟警方说真相吧 不过这也成为 我觉得我能突破 她的原因之一 您想啊 田晓岚住了六百多平米的房子 三室同堂 现在她这样的生活 一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她现在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 如果您再追一个电话 我相信她心里最后到房线 马上就会崩塌 那你为什么还要 杨红女朋友马来的电话 我得跟她聊聊 亲自见一面 有些问题要问她 什么问题 如果有结果了 我会告诉你的 把你现在的住址发给我 地址可以给您 但是问题请您 不要派人过来 也请你不要麻烦 你深圳警戒的朋友 我朋友 我现在非常安全 没有人会想到 我来找田晓岚 当年许家福之所以 会放过田晓岚 只有两点原因 第一 田晓岚确实没有掌握 她太多的犯罪证据 第二 如果说许家福 再多杀一个人的话 只会暴露吴贵祥死亡的真相 您放心吧 现在 我在深圳这件事 只有您跟李显知道 没有别人知道 冯队啊 这说句心里话 跟您谈话 比跟田晓岚谈话 这难多了也费劲多了 跟她属于斗智动勇 跟您呢 纯属缠斗 我承认 我有私心 但是我们现在 有共同的目标 我希望您不要煞费我 一片苦行行梦 喂 好 谢谢 喂 你干吗 你找我忏悔啊 分开跟你打电话了 你说呢 对不住我好不好 我早就知道了 让你刺探军情啊 说不定还能完成 让你为我两肋插刀啊 打死你都没这个胆 看透你 这事要被查出来 我这会脱警服的你知道吗 不是 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你明知道我不会做 你还跟我说 我爸爸的你赶紧告诉冯凯 让他给我打一电话呢 你为什么不直接给冯凯打呀 你这个情商是赠送的嘛 他求我跟我求他是一件事嘛 行了 谢谢你帮我这忙 挂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挂了一下 调整点栏目 我们打死这些 刘坏 王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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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你身旁坐会儿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慢点 慢点 骨 骨头没事吧 没事 你这伤得很严重啊 很容易感染的 你等会儿啊 我去给你卖点点 不用 不用 真不用 什么不用 等我会儿很快 你快回来 你怎么的裤子拉下来了 疼呢 坚持住啊 好 我这有些真BN 你忍一下啊 有点疼我 全部都有 虽然就是 就只能买点 如果虽然有点等到 自己一直费 要买点 有点疼了 不要走 我吓你了 要是个人 能站起来吗 能站起来吗 来吧 我这个地方 我太平意了 我看你 我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在 我在 我们下星期要去深圳找你了解一下当年吴桂翔的死因 希望你不要外出 好 谢谢你的配合 这是我的手机号 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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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是高峰吗 是 你去听要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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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